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又能够来到敬拜我们的神 感谢赞美主 让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 恭敬我们的神 跟着老师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 感谢赞美你又带领我们过这个农历新年 感谢你主耶稣 我们又长高一点又胖一点 而且我们的岁数也是高 变成我们很成熟了 我们要感谢赞美你 求主你继续地恩待我们 帮助我们跑完这一年的路 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 喜喜乐乐地来过这2022年 感谢你主耶稣 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敬拜赞美 恭敬地交投在你的手中 求你亲自的高谋 亲自的带领 我要感谢赞美你 我将祷告 侍奉主耶稣得圣的名求 阿们 老师今天要带领你们唱第一首歌 就是当我赞美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的赞美 因为祂就是我们的主耶和华 阿们 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 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 我可以呼吸到神界的空气 因为你包座在这里 既然点灵到我 但我来赞美你 用心理和诚实 将荣耀地归你 所有种单权脱落 我重新得力 但我全心全意 赞美你 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 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 我可以呼吸到神界的空气 因为你包座在这里 既然点灵到我 但我来赞美你 用心理和诚实 将荣耀都为你 所有种单权脱落 我重新得力 当我全心全意 赞美你 既然点灵到我 但我来赞美你 用心理和诚实 将荣耀都为你 所有种单权脱落 我重新得力 当我全心全意 赞美你 我可以感觉到你就在这里 看见我高举双手大声赞美你 我可以呼吸到神界的空气 因为你 因为你 宝座在这里 既然点灵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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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来赞美你 用心理和诚实 将荣耀都为你 所有种单权脱落 我重新得力 当我全心全意 赞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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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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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成为天人祝福 耶稣的爱给了我 心中双双爱活 我们一起向世界破除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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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大家好 新年快乐,新年晚安 大家新年过得开心吗? 有没有拿到很多红包啊? 大家新年虽然过得开心 可是不要忘记,COVID-19还在哦 我们还是要起立的戴口罩 起立的洗手,好不好? Jesse老师今天要跟大家讲 摩西石灾的故事 我们听完故事后,老师再跟你们讲解 我们待会儿再见 小朋友,我们来听听 听上帝怎样把我们从敌人中救出来 今天的圣经故事 下帝尔使人都说 在fficiency上,因为他们很辛苦 所以,以色列人便向上帝 叫上帝带他们离开埃及 上帝便呼召了摩西 来拯救以色列人 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对法老说 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说 放我的子民走 法老说 耶和华是谁 我凭什么要听从他 放走以色列人 我又不认识他 我是不会让以色列人走的 法老很生气 上帝知道法老是不会放以色列人离开 所以他便降下十个灾难 第一个灾难便是水变成雪之灾 上帝把所有在河流里面的水 都变成雪 红红的 所有的鱼在河流里面都死了 这样导致埃及人没有鱼好吃 也没有水好喝 第二个灾难便是青蛙之灾 上帝使埃及充满了青蛙 大大小小千千万万 不管在他房子里面 在皇宫里面 到处都是青蛙 跳来跳去 干扰了他们的生活 摩西和亚伦回去问法老 可以放了以色列人吗 法老还是不肯 上帝便降下了第三个灾难 便是食指之灾 食指是什么 食指是我们的那个 长在头发里面的孤独 那又痒又痛的 哇 埃及充满了食指 不管在动物身上也有 在人的身上也是有 咬得大家又痒又痛的 即使这样 法老还是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上帝便降下了第四个灾难 苍蝇之灾 埃及上上下下都充满了无数的苍蝇 飞来飞去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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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的 可是说也奇怪 只是埃及人的家里 和他们住的地方有苍蝇 以色列人的家没有苍蝇 接下来 上帝降下了瘟疫之灾 埃及人所养的出生 不管是牛 羊 马 所有的动物 鸡啊 狗啊 都死了 但是 以色列人的牲畜 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他们养的牛啊 羊啊 鸡啊 狗啊 都好好的 被上帝保护住 即使死了很多牲畜 上帝 即使牲畜都死了 法老还是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上帝便降下了第六个灾 也就是抛窗灾 埃及人身上都长满了 大大小小的农窗 又疼又痒 接下来 上帝便降下了第七个灾 冰雹灾 上帝降下了大大小小的冰雹 落在埃及人的田里 把他们的农作物都砸坏了 水果 蔬菜都没有了 也把他们的房子都弄坏了 可是法老的心还是很硬 还是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小朋友猜猜 上帝将会降下哪一个灾难呢 第八个灾难便就是 蝗虫灾 怎么办呢 你说 法老心会不会软让以色列人离开 不会 法老还是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 接下来 上帝便降下了第九个灾难 就是黑暗之灾 埃及突然间整片都是黑暗 整整三天 没有太阳 没有星星 也没有月亮 一切都在黑暗中 你说可怕 很可怕 很可怕 对不对 可是法老还是不怕 他还是不肯让以色列人走 这时候上帝就要准备降下最后一个灾难 也是最可怕的一个灾难 上帝要派天使 把埃及人家里所有的长子 最大的儿子杀掉 为了保护以色列人 上帝告诉摩西 藏摩西告诉以色列人 叫他们在里的门上化羊血 到了晚上 当天使要杀屋子里的长子的时候 当他们看到门关上的羊血 他们便会越过那家人 不杀里面的小孩子了 那天晚上 上帝的天使便击杀了所有埃及人的长子 包括法老的长子 终于法老心软了 他很伤心 因为他的长子死了 当摩西和亚伦去见他的时候 他便同意 以色列人离开 摩西便带着以色列人 离开了埃及 走向迦南地 小朋友来 我们一起来背金句 今天的金句是起字 真言四章二十七节 来小朋友跟老师一起念 真言四章二十七节 不可偏向左右 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再念多一次 真言四章二十七节 不可偏向左右 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 好 大家都听到上帝怎样把以色列人从法老的手中救出来 法老是摩西时代的敌人 那我们现在的敌人是谁呢 我们现在的敌人是罪恶 当我们做错事时 我们便犯罪了 我们会犯什么罪呢 老师说个简单的 当我们不听上帝的话时 我们便犯罪了 上帝要我们孝敬父母 听父母的话 可是我们时常就和父母对抗 和父母吵架 宝宝说不要 我们说要 宝宝说要 我们说不要不要 是不是有这样子啊 上帝喜欢情侣的小孩子 可是我们只是懒懒散散的 不爱做功课 房间都很乱 也不去整理 有没有这样子哦 上帝叫我们不要沉与吃散的东西 可是我们每次为了玩手机 我忘了看圣经 忘了祷告 这些都是我们所犯的罪恶 我们要怎样才从这些罪恶中逃出来呢 我们要祷告 求上帝来拯救我们 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 我们要让上帝赐给我们力量 不去做上帝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 来 我们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祈求你 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 请你赐给我们力量 不去做你不喜欢的事情 谢谢你天父 我们奉耶稣世明 祷告 阿们 所以小朋友 你们都知道 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了 对不对 我们要孝敬父母 做个群力的小朋友 还有 不要玩太多手机 哈喽小朋友们 新年快乐 新年蒙安 老师在这里祝大家 身体健康健壮 要我听爸爸妈妈的话哦 还有 也要常常来上主日学 OK 今天 David老师很高兴 又要跟你们一起来做 手工啦 Jesse老师的故事里面 告诉我们 上帝把以色列人 从法老的手中救出来 以色列人 跟随上帝出了埃及 在他们离开埃及之前 上帝吩咐他们 要穿上平底凉鞋 而且还要站着用餐 这是表示他们已经准备好 要跟随上帝离开埃及 所以啊 老师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 做一对凉鞋的手工 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有 一张A4卡片 这张A4卡片是已经打印好了 凉鞋的照片在上面哦 一支颜色笔 两条彩带是22cm的 一条绳子50cm 剪刀 胶纸 打动器 还有双面胶纸 小朋友 我们要开始动手做手工啦 首先 我们要将卡片 打印好的凉鞋 给剪下来 这个部分 我们需要爸爸妈妈来帮助我们 剪这个凉鞋 还有下面的两个字条 把我们剪好了的凉鞋 在它里面的这个小洞 使用打动器给它打出来 然后下面的两个小字条 我们要用使用颜色笔 给它涂上颜色 然后我们使用准备好的彩带 把它折成一半 然后将最上面中间的部分 穿上去最上面的那个小洞里面 把凉鞋翻过来 然后用胶纸 把彩带粘好 接下来我们就把左右边的这个 这个彩带 钻进去左右边的小洞里面 也跟上面的小洞一样 使用这个胶纸把彩带粘好 这就是完成三个洞的彩带给粘好了 然后我们同样的方法 把右边的这个凉鞋 把彩带穿进去三个洞里面 然后也把胶纸粘好 那么我们粘好的这个部分 就像照片里面的一模一样 接下来我们用我们准备好的这个绳子 在其中一个尾端 我们打一个小截 然后我们从凉鞋后面的这个小洞 从后面转上来 然后我们也同样的用胶纸 把它固定粘在这个凉鞋的后面 接下来我们就把另外一端的这个绳子 从左边的这个凉鞋 从前面转进去 然后也同样的打一个小截 粘在拖鞋的后面 接下来我们就剩下两张纸条 纸条上写着上帝把我们从敌人中救出 另外一张就是跟随上帝 我们使用酸面胶 把两张剪下来 然后把它粘在这两张纸条上面 我们把这个酸面胶拔开 然后把它们隔置的粘在这个拖鞋上 好了小朋友 我们的手工已经完成啦 好了小朋友 我们的手工已经完成啦 当你们完成手工后 记得要拍照给校长或者是老师哦 记得哦 老师 这里有一项报告 就是下个星期日 我们有线上zoom主日学 也请孩子们告诉爸爸妈妈 下个星期主日就是2月20号 下午2点钟 我们有线上主日学 所以当天我们没有视频哦 那么我们下个星期线上见哦 拜拜 哈啰 孩子们 我是Tiffany老师 又到游戏时间了 今天Tiffany老师要教大家玩的游戏 非常简单 首先你需要一个罐子 然后把它装一半的水就可以了 这个游戏是把这个滑起来 然后站在桌子上 让老师示范给你看 准备好了吗 开始 终于成功了 一点都不容易哦 嗯 孩子们 你们可以挑战 个人的 就是你把它装起来 直到它站着位置 或者 你可以和你的同伴们 朋友们把帮忙 一起比赛 哈啰 这是我的朋友 哈啰 我是佩华 开始 佩华 我赢了 我赢了 哈啰 来 哈啰 你准备好了吗 来 开始 太厉害了啦 这是游戏 真的啊 哇 孩子们 这个游戏是不是 看起来很有趣呢 记得玩游戏 尽情地玩 安全最重要 所以你玩这个游戏的时候 你选的桌子 不肯定不是那种 玻璃的 或者很容易碎 或花掉的 你也可以 不用桌子 就是平地 也不肯定你的地 是不容易愉快的 孩子们 记得玩游戏 尽情地玩 安全最重要 Kiffin老师祝你们玩得愉快 下个主日见 愿上帝祝福大家 拜拜